初冬 武当山下 为了遇寒 李中皮柴的次数愈发频繁 这是他隐居于此的第二年了 生活中的琐事仍需亲力亲为 但在他看来 披柴做饭 与琴棋书画一样 都是一种修行 我离开法国之前 我听侠缺信 我去中国时闻道 知深奈华十三年 李中教过外语 研过魔术 然而所有的积蓄 只为两件事 一是读完了五年制的中医本科 二是开辟了这件林间小竹 在他看来 阴阳生 道修行 二者相合 才能企及中华文化中 生命圆满的至真之境 宣指于武当山下清修 来因李中心存念想 这里与正统的道家医者 禁树里之遥 竹华英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当道医传承人 隐居武当山 四十年有余 深言中医经典 曾与乡间行医数载 连于不获时的祝华英 胜得人心 却出乎意料地旨意出家 旁人虽大多不解 但祝老心如明镜 他入道 是为了在清修中 升华对依依的体悟 但祝华英却始终有一个心结 他担忧的是 古老医学中的精髓 会渐渐失传 比如 人影脉 中医疹脉 不仅仅把寸口 仅总动脉被称为人影 皇帝内经认为 寸口主五脏 人影主六腑 二者相互参照 才能精准判断人体的状态 祝华英将毕生枕外的体悟写入书中 有人求书 他便记取 但没想到前来寻书问道的 他竟是一个法国人 大道无疆 里终无意间 咬雀了祝老的心血 至道大同 何患人知不知 远离了盛产葡萄酒的法国纳洛谢尔 里终种了一片茶园 他在武冈山下寻得了七季一生的生活方式 四十五岁于道结缘 祝华英清静一生 希望看破一于道的真知 祝义跟道义其实不应当有差别的 为人民的疾苦感受他们的痛苦 这是我研究的神的心愿